民航局昨天公布全盘调涨航空营运收费的提案 涉及至少50个收费项目涨幅获达10倍 那在航空界就掀起了议论 交通部长拿督斯里廖仲来指出 民航局探讨调涨航空营运收费由来已久 势在必行 那绝非是草率行事 当局是基于国际民航组织将在下个月来马击查 所以不得不敢在这个月15号之前 就要落实新措施 廖仲来在部城出席交通部活动后指出 民航局调整收费势在必行 至于涨什么 涨多少 则会由交通部明天把议案带到内阁会议讨论定夺 同时强调调整费用并不一定会导致机票水涨船高 针对方间盛传政府为了填补国库而向民航借开刀 对此料钟来驳斥传言 只需乌有 交通部今天下午与各大航空公司 公司和机场代表协商预计明天将议案上成内阁定夺 廖仲来强调民航局调整收费是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标准形式 当局必须为5月的机查工作做准备 针对各项空航营运项目进行升级和修改 八度空间张颖柔部长报道